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培養小女生們的真導人 人像中林 抱歉 人像中林是一個場所 還是開買吧 動畫刀 麥克里 叫什麼 再搜一次 他叫做拱 好 Merc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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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不好你是唸錯人了 好 那我們收買他了 啊 神未安 我們來了 哼 我的目的達成了 用餐嗎 當然用餐囉 說是用餐 其實是合作啦 請你們把那個 海報彰貼在後面 真導先生 我聽店裡的客人說 你去當Sunshine的經理是真的嗎 蛤 真的啊 這樣啊 那我們店非幫你寫完不行了 我們就來為Sunshine 打點廣告吧 真的嗎 真不好意思耶 不會 這種事就像 這種事就像 這種事就互相嘛 就請你偶爾來光顧一下我們店喔 喔 那是當然的 耶 Fence 知道了 掉大盒 那點什麼呢 要吃什麼好呢 還是要吃東西才放我出去 好 那吃最好了 啊不是最好了 小好了 放遠 我要放遠那個未來 眼光放遠一點 好吃好吃到爛了 我要走了 再見 耶合作坦誠 一切 按部就班 繼續執行 這什麼 阿賀壽司啊 好 我忘記那單字怎麼唸 再再超一次 Merc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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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還還還挺標準的 應該吧 不要罵我 不要殺我啦 突然變那麼嚴重 明日夜禮容院啊 Mercury Mercury Mercury的區域店吧 收買Mercury 加120 沒有很多 但是有種也沒有好 我之前開了Google翻譯好像被人弄西班牙文 所以我唸得很詭異 Van Vanos Vanos Mercury Mercury 出埃及記 買買買 Mercury 經濟出牌 買 160個客人 粉絲變多了 Nice 我有辦法一集直接幹掉一個嗎 今天試試看好了 試試我的權利 唱Pen 按錯了 抱歉 合成成功 合作成功 合成成功 我是合成了 被打死了 G9屋 買買買 M族唱天哭啊 很M喔 SM店 原來是這間還沒買 大都會啊 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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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1000人 Mercury的話 就是五霸星的 嗯 怎麼了小羊 平常不是很會講嗎 快說明這家店的公關俱樂部總會是 欸 是要說什麼呢 Mercury啊 我要知道Mercury的事啦 怪Mercury的水村先生 我不是很清楚耶 蛤 太大了 對對對 名字叫做水村嘛 那個五霸星的老爺子 啊 嗯 既然 既然完全沒有消息 看是有必要調查 看是有必要調查 那個家戶叫那個 Mercury的店 調查一下小羊 還好吧 應該用不著吧 查房 那怎麼了被收買 這為什麼 不好吧 我是覺得 不用做到這樣 怎麼了 你怎麼變這麼懶啊 算了 等我準備好再找你 要去查房 小羊怪怪的 你怎麼陰陽怪氣的啊 哼 真要來 來查房啊 那我們就到水村的Mercury那裡去查房一下吧 真的要去嗎 是啊 當然了 小羊不去嗎 我還是不用了 是嗎 怎麼了 我看你怪怪的小羊 那個其實 真老先生 請你買醋回來 欸 醋 總之下次再說吧 不可以下次 我正在做閃壽司啊 馬上就要用到醋了 唉 真的嗎 這麼一說好像真的有聞到在竹米的味道呢 總之 總之請快點把醋買回來喔 我要用到 Vinegar 喔 總之請快點把醋買回來喔 我要用到 I want man I want Vinegar 耶 我要去查發音 Vinegar是醋 哇 好冷悶的感覺 我知道 我知道 醋是吧 買醋回來就好了吧 我剛好要出門 到時候買來給你 一定會忘 太好了這樣才對嘛 那就拜託你囉 好好好喔 啊 羊田先生怎麼了嗎 沒有 沒什麼 恩 要跟蹤真導先生 不喜歡閃壽司嗎 插房 插房 帥哥 帥哥要不要進來玩啊 本系列漏最多吧 我在忙 下次喔 請找別人吧 欸 好可惜 雖然臉都一樣 對了 帥哥你從剛才就在附近晃來晃去 是在找什麼嗎 我在找醋啦 到處都賣完了 醋 這個的話我們店裡有喔 真的嗎 可以賣給我 有這種小東西 送給你就好啦 不過你就要進來玩一下 拜託啦 好吧 啊 Mercury 小羊有被騙過吧 在這裡 欸 哎呀 才喝一杯嘉賓 威士忌就差不多醉了 小姐我差不多該回去了 欸 是喔 再多玩一下嗎 有人在等我啊 那個 說好的那個給我吧 哎呀 要先那個啊 嗯 您知道的嗎 有點大啊 這個畫面 還有什麼服務嗎 不是啦 是結帳 結帳 您好 今天的費用一共是10萬元 10萬元 我才喝一杯嘉賓威士忌耶 你是搞錯桌了啊 沒有搞錯喔 本店嘉賓威士忌的價格就是10萬元 哇 什麼高級殘貨啊 從雪山搬過來的冰吧 那哪有這種鬼事啊 這是勒索吧 這種錢我是絕對不會付的喔 那就要跟你說聲抱歉了 接下來可能會有點不雅的動作 蛤 要讓你嘗點厲害的 改變心意願意付帳 揍我們嗎 除了揍我們我想不到 揍人音樂響起 這在店裡揍嗎 喔沒有 出去揍人聽好了 還要把我殺掉啊 OK Come out Maker Let's battle 這音樂真的好好聽 那種動畫會有的那個ost 好痛我的腿 想幹架是嗎 整體白金之星 歐拉 嘿嘿 嘢咪 好痛你的牙齒都斷 憨覓都被你踢斷了 這樣子還想要跟我開口要錢嗎 小的怎麼敢呢 小的告退了 真是還真夠倒楣 剛才一陣忙亂 忘了去買醋了 這下子要被消穴唸了 這裡是Mercury Mercury 五霸星的水村開了店 真是找了個道 隨便走都走得到 我回來了 啊 真好先生 請進 剛才真是了不得啊 不得了 這樣啊 居然在Mercury碰到這種事 小羊你差不多該說一下Mercury的事了 我什麼都不知道耶 他會不會被那邊敲詐欠錢 不用隱瞞 每次提到Mercury這名字小羊 你嘴巴就像塞住一樣似的 很明顯一定有什麼秘密吧 小羊這是為了打倒五霸星啊 如果你知道什麼就說出來吧 不想說的話 就我來說吧 誰啊 啊 真是 水村先生 然後拿個主的 五霸星的 不錯嘛 之前沒能夠仔細端你 端小啊 這家店真不錯的 楊田 水村先生 為什麼你會變成這樣呢 居然會對客人勒索 要是從前的你聽到了一定會傷心的 我就知道 原本的人設 和他原本的他自己是完全不一樣的 水村先生 不能回到以前那樣嗎 請再像以前那樣吧 加我風化葉的事吧 楊田啊 人啊 是會變的 我早也回不到以前那算了 五霸星的水村先生 到三下有何貴幹了 該不會是來敘舊了吧 只說還跟客人道謝而已 我們點的 嘉賓威士忌味道 肯定滋味不錯吧 是啊 好喝的 像白自來水的 而且還做得長 煩惱的運動 這代也真是收到哪 你這小子 看你這個年輕的血氣方剛 我要給你給忠顧 忠顧 五霸星是壞蛋 但是 去對抗壞蛋 不一定是正確 你想說什麼 如果你想要在這個地方安穩的生活 就不要反抗五霸星 要像我這樣 你到底在說什麼啊 哇 水村先生 你還在這種地方 他衣服好好看 真的很好看 那個顏色反光 超好看 香 不可以讓散步到這麼遠的地方 人家很擔心水村先生 老年事態 這樣啊 抱歉 不好意思打擾你們了 來 我們回去吧 嗯 我走了 現在我們不會再見了 水村先生 說起來還真是嚇一跳耶 想你跟水村竟然是師徒關係 對啊 還不打算跟我說嗎 我 剛在進這個業界的時候 教我從頭認識風化業的人 就是那位水村先生 原來是這樣 當時我東南西北也搞不清楚 水村先生也對我很好 有時也很嚴厲 熱心教了我怎麼工作 還曾經一個晚上都不睡 坦著一起正信 蒼天庫風化業的夢想呢 是嗎 我打從心裡尊敬他 嚮往著他 可是 他現在卻加入五霸星 自甘堕落 想勒索這種骯髒的手法 以前的水村先生絕對是不會這麼做的 可是 現在 請勒索哥來那個專業戶吧 在我身邊一起歡笑的水村先生 再也看不到 我無論無論 都無法接受這個事實 所以 所以一直都 都對Mercury的事 開不了口試 是的 想 多謝你跟我說 呼 我應該要早點跟曾老先生你說的 就是啊 就是啊 真是的 我們已經生死與共了 已經是同伴了 痛苦的時候一定要來談啊 真老先生 真的很感謝你 不好意思 真老先生 還有楊庭先生 你們在這種地方做什麼啊 小雪 現在我們正在談男子漢的大事情 不要來打擾了 男子漢 現在不是處理這種事的時候 處的事比較重要吧 應該要買得到吧 處 我忘了 真是的 真老先生到底在做什麼啊 哼 開始精靈吧 開始來搞地盤 不給我特別練習 來編輯一下出勤隊員 必須要去最好的店 必須要去比較好一點的地盤 真風箱 對嘛 所以人要放好一點 享受長套餐的客 Let's go Let's fight 來 來 亂來 可... Ka... rouge... Carré... 那個可... 有什麼... 騙... 謝謝 透かったわ 這邊都要抽煙是不是 每個都比煙灰缸 我跟你 牙醫互動 謝謝針導 nice 針導現在算了算不務正業啊 鑽電還搞公關 然後又不去救人 那是Majima 莎西 莎西還沒裝扮 嗯! 謝囉 來克宿司司 有賺錢 粉絲少嗎 但是增加粉絲這點比較重要 YES 加660 不錯了 要對抗嗎 恭喜啊 真好先生 Makuri的區域粉絲數已經突破2000人了 喔 這樣終於跨過大關的感覺 嗯 水村先生可能差不多要對我們出手了 想跟他老爺子交手你會讓你退出嗎 老爺說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比較好 可是絕對不能再這樣下去 所以我們一起打好水村先生嗎 喔 包在我身上 我可以就打案這麼做 好的 請去買醋回來 又要被扁了 怎麼又要做閃爽司嗎 對啊 都之前不知道誰害 結果搞成飯團饗宴了 抱歉 這次牙醫也會幫忙喔 請一定要把醋買回來 知道我知道了 那馬上買回來 辛苦了 經理了 又要去外面巧遇了嗎 Makuri 哈哈 做這長凳幹嘛 怎麼處到處都買回來 又賣完了 又要被小雪罵 仔細想想 我這個經理為什麼要做這種事 拋腿的雜事 咦 這醋也賣完了嗎 這聲音是 怎麼辦 我想做 要為水村先生做豆皮壽司耶 那好像是Makuri的香吧 哎呀 來做做 終有穿正常衣服的 不是在那邊穿公關衣服的到處走 哼 兩個人都在找處 還真是巧呢 是啊 你是要做豆皮壽司的 一定很好吃吧 我做的特別好吃喔 水村先生最愛吃了 喔 那個老爺子 好像也很欣賞是嗎 水村先生為人性格很帥啊 而且又亮解我 不太能常去工作的事 還在背後鼓勵我 喔 不太能去工作 其實我有個小我好幾歲的弟弟 我是姊 姊帶母子在照顧他 所以不太能每天去上班 而且原本身體就不是很好 我真的很容易請假的人 還肯收留我的 就水村先生 所以 我很感謝他 也想要回報他 雖然他有你在勒索的店上班 他以前不會做這種事 可是水村先生 自從太太去世之後 人就漸漸變了 他的太太去世了 嗯 差不多一年前吧 那時候 Mercury還不是公關俱樂部 是夜總會 有水村先生和他的太太 兩個人一起合作基因 你看 夜總會已經不歡迎了 不受歡迎 真的變公關了 可是他的太太突然去世 我想對這水村先生是 是雙重打擊嗎 水村先生 雖然那陣子 想一個人撐起夜總會 但好像不是很順利的樣子 那個年紀還要經營那樣的店 一天很辛苦 可是這時候 木耳的玉山先生找上了他 Mercury就成了五八星同夥了 從夜總會轉成公關俱樂部 好像也是岳山先生的指示 那時候水村先生的表情實在好傷心 從那之後 他就變成只要能讓店活下去 不管五八星什麼的指示 都會言聽計從 連骯髒的經營方式也肯幹的人 發生過這種事 可是我 就算之後我 也必須在水村先生身邊 因為我都還沒能夠報恩 這樣 這麼重要的事 可以跟敵人的我這麼說嗎 怎麼說呢 剛說的也許只是我在自言自語吧 還是有夠長的自言自語 如果是你 或許可以解放五八村 對水村先生下的詛咒 你說什麼 沒什麼 是嗎 多謝你跟我說 不會 那就先這樣 真老先生再見 那 掰掰 那 又要被堵了嗎 唉呀 談得太久了 時間偷到了 水村先生你的做法是錯的 唉 為了達到目的 就要不擇手段 洋天 你有一天也會了解了 這種事我絕對不會去了解的 水村先生 我一定要阻止你 居然這樣也會把你打倒 你變堅強了 好吧 就放馬過來吧 將靈魂賣給五霸心的我 拋棄一切格調的Makuri 你的癡人說明要是贏得了我 就儘管來吧 我會贏的 我會打贏來證明你是錯的 快解放我吧 洋天 失敗了 洋天 期待下次和你見面的那一刻 好的 小羊 啊 真老先生 你回來了啊 你怎麼出去這麼久啊 快吧 今天要快快做好開店準備呢 三兩下就要輕輕溜溜 客人不會等我們啊 是啊 今天繼續奮鬥吧 好的 真老先生 醋呢 這次又買醋回來嗎 我只會讓你吃醋了 完全忘了 嗯 很猛 馬島 金銀 好亞伊 我來那個練習你的 第四次接課 亞伊 最終次了嗎 應該吧 那麼 就所以來練習接課吧 好的 我會全力以赴 跟平常一樣 幫我當客人對待吧 我是好的 開始囉 你有超氣喔 亞伊這麼可愛又開朗 學生時代應該很受歡迎吧 真的嗎 完全無法想像陰沉的亞伊啊 真的嗎 其實 其實 只是這裡而已 我沒有想像陰沉的話 但是 我經常都沒有男朋友 我經常都把男朋友給了 我都給他 怎麼這樣 咦 這樣啊 所以之前才說提到八人的事啊 是的 因為 所以 我並不想改變自己 所以 我 我 所以 我 我 我 想想 原來是這樣啊 一定很辛苦吧 原來牙醫只有那段過去啊 一定很辛苦吧 抱歉抱歉 不過原來牙醫也有不倫色過去 我知道了 這是你與我之間的秘密 錯誤解答 不能太梗子啊 牙醫有沒有曾經覺得這份工作是正確的 そうですね 應該是 在店鋪去的時候 有些人在乎著我 跟我們聊天 說得很快 那時候 那時候 我還沒有能力 也都能夠幫助別人的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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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如此啊 可以體驗到自己能幫助別人的職業 其實意外的少啊 我也打起精神來了 跟牙醫說話之後 我也打起精神喔 應該不愧是這家店的活力保證 哇 我這樣說得到 我會順便 會的會的 不過牙醫可不要把活力都給了別人 自己卻活力一點都沒有了 好 雖然不知道該做什麼 好 總之就包在我身上 你好man真的喔 我來雅焱的過去了 接下來問一些關於將來的事情 好單純的夢想啊 不過你為什麼要這麼想要錢 怎麼天然像是要花錢把他們都幹掉一樣 喔 原來如此啊 要邀請我去豪宅做客 那麼豪宅蓋好之後 可以第一個邀請我嗎 你第一個邀請我 第一個邀請我 沒什麼好緊張的 第一個可能是重要的人 所以最初的客人 因為邀請你 所以緊張的客人 所以緊張的客人 我應該要招待 為什麼我好想去豪宅啊 那 講錯話了 謝特 雅焱這樣也想結婚嗎 如果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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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醉 喔 入醉啊 對 但是 旁邊的男人 也會嫌棄 馬島 也有抵抗嗎 不會 我入醉 無所謂 有正愛對象就好 只要可以 只要可以跟喜歡女生在一起 要入醉什麼的 也沒關係 真的嗎 馬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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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不過 如果可以娶到像亞裔這樣 開朗又可愛的老婆 我想 不論是誰都熱意入醉 有點小失敗 嘿嘿嘿 那麼差不多就這樣吧 這好像是辛苦了 這次的練習 沒什麼BAD LESSON 接待客人的話 現在好難 對不起 是我的問題啦 不是你的問題 好的 我會努力 有加一點小經驗 好 繼續打爆那個 Mercury 歡迎大家 嘩 哇 只喜歡阿嬤 哼 可愛呀 來吧 大風的 眼光有點怪 哼 哇 享受母愛啊 哈哈 還要加結 哇 一千萬 不可以大風 超級有錢難事 這大風的口味都很 很詭異 賺爛賺爛 富翁很多啊 這點錢算什麼 加結加一堆 耶 逆浦老師這麼厲害 粉絲越加越多了 要幹架了 還沒 小雪你怎麼悶悶不樂 站在那裡還可以對話呢 要買醋嗎 啊 正常先生怎麼了嗎 喔 沒事沒事沒事 這是回顧練習 是你可能想念的時候 想要全隊對話的時候 要練習 如果是攻略小酷哥的話 出場練習 撞球 好啊 撞球 這次來練習 出場練習吧 用9號球的決勝負 也好像有趣耶 正常先生 絕對會打爆 穿這種衣服出來 百球自殺的 白球自殺了 白球自殺了 賤 可惡好強 耶 沒什麼了不起的吧 沒什麼了不起的吧 終於沒有在進球了 耶 是 哈哈 耶 哇 差一點輕 剛剛打錯球了 有點太強了牙翼 沒什麼了不起的吧 哈哈白球 Shit 還讓我 還故意嘲諷我 還故意把球弄乾淨 手下留情 喔沒有他故意的 故意要讓我贏 雖然他進的球比較多 那原來是最後打的最後贏 喔牙翼也輸得太故意了吧 哼 YOU WIN 那牙翼 在讓啊 他贏了耶 竟然騙我贏 我把震盪的手在高 一直抖 今天練習非常完美啊 是的 都可以如此順利掌握打撞球技巧 震盪技術非常好 非常帥氣 你沒讓我也贏不了 然後繼續收割 Mercury 臭臉直接好了 哼 解救方案 哇又是臭臉了 都要臭臉了 太臭了這裡 不要再這麼有錢的來 我已經沒有可以取悅你們的了 好臭臉但他們還是會花錢 剛好消停 賺的蠻多的嘛 但粉絲量好像不多吧 喔還算可以啦 4000名了 出發主線了吧 喔對 恭喜啊 曾老先生 Mercury的 Mercury的區域粉絲數已經突破4000人了 nice 幹得好小羊 差不多要稱霸Mercury的區域了吧 跟水村老子對決的時候也越來越接近了 是的 一定要阻止水村先生才行 水村先生所保是錯的 真老先生好久不見了 才剛講到呢 這不是Mercury的小翔嗎 怎麼了 這也沒有賣醋喔 醋沒關係的 之前我找到很多間店有賣醋的 我不是要講這些事 可以說到這個嗎 就是挑戰輸嗎 那個老爺子終於要來這邊單挑了嗎 不管誰輸都可以 不可以那個怨恨對方 我不會怨恨啊 那就先走了 拜拜真老先生 小翔 你才剛說那家店賣醋的店 可不可以跟我說 跑掉了 那小翔的女孩子 把真老先生耍得團團賺 會不會是個強敵 不能輸 是啊 雖然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會不想輸 小姐說得不錯 看來Mercury是強的 請堅強的女孩子 最早再挑戰 OK 牙醫的最後一次代課練習 再加上最後一次的這個任務 好 一起來吧 我猜這裡時速 未完 我把未減先猜40分 50分左右 那麼牙醫就接課 約會首輪來 最後一次吧 真老先生好久不見 先開始聊天吧 很有朝氣 感覺不錯喔 保持下去 嗯 牙醫來這家店一陣子 怎麼樣 慢慢熟悉這家店了嗎 怎麼看起來就火野最壞啊 歡迎來到SUNSHINE 換我們店也是正確的選擇 歡迎來到SUNSHINE 聽你這麼說我很開心 如果有什麼困難 儘敢說出來喔 這樣啊 那我會期待的 耶 那麼牙醫在這邊上班 有沒有什麼在意的事啊 好 什麼事 說來聽聽 好 嗯 我這裡有很多 你的武具可以拿欸 那個散彈槍 閃閃閃 電電槍 炎炎槍那些都給你 嘿嘿 還有電擊器 這是常聽到的性騷擾吧 如果客人很帥呢 這不是分帥不帥的問題吧 不可原諒 全不可以原諒這種人啊 這種人啊 那種客人我會應付 如果被怎樣要跟我說 明白了 我實在是很無聊 但是 之前的店裡 都被批評了 所以 所謂的公關協會部 就是跟女孩子 愉快聊天的地方啊 不需要賣身 是 馬嶋さん 很可愛 那麼 工作上還有什麼 其他在意的事嗎 欸 工作上還有 沒有關係 但是 我 馬嶋さん 都會心想 什麼 什麼 嘿嘿 哈 想問就問嘛 喔 成文說話 真是 拿牙醫沒辦法 嘿嘿嘿嘿 嘿嘿嘿 太回笑了吧 我知道牙醫很努力了 那反過來牙醫的角度來看 絕對我怎樣 有沒有討厭我的哪個地方 跟同色一馬一樣 完美的人 這樣啊這樣啊 嘴巴真甜 比方說哪些地方很完美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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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本想不到嘛 不愧是牙醫 優點太多了嗎 然後是因為優點太多不知道要講哪一個了嗎 你開玩笑的啦 會跳舞 會打撞球 會唱歌 會經營 會打架 會講話 我看完笑的啦 你這麼認真的回應真讓人害羞 對牙醫的家鄉在哪裡啊 這樣啊 那你差不多習慣唱天哭的生活了吧 有沒有什麼常去的店 嗯~~ 沒有店的店 但是我 很常去夜的美車門橋 喔?為什麼 那邊 在夜的川 看著 我感覺到 感覺到 都安靜了 而且 而且岩尾巴士也不少 對阿 下次一起去吧 那也的確不錯 我也很喜歡 下次一起去吧 一定去 講出來 劇透 你剛剛說什麼 雅玉真是個怪女孩 假裝沒聽到 選擇性失蹤 那麼差不多就是這樣吧 真好先生 辛苦了 很辛苦了 那關於這次的練習 很完美啊 不要太開了 忘記了 練習了 很有知情 好好努力好 謝謝 那個真好先生 怎麼樣 這下兩人練習也結束了吧 對啊 雅玉不用再練習了 也可以當一個出色的公關小姐了吧 這我是很開心的 可是我想再跟真好先生說一下話 當然可以啊 那就依照約定 現在去昆沙門橋吧 謝謝 走吧 走吧 這麼快 看來這裡只能結束在牙醫這裡 沒錯 哼 第一個朋友 來到這邊就可以放輕鬆了 對啊 對啊 我對這裡雖然沒什麼好的回憶 不過我也很喜歡昆沙門橋 這樣 我很喜歡來這裡呢 而且還是真好先生兩個人單獨來 嘿嘿 那現在很高興嘛 沒錯 很高興喔 因為我也很久沒有跟人一起出門逛街了 這樣 這麼說一來 你就說過沒有可以出去玩的朋友嗎 對啊 因為以前都被人欺負 老家那邊沒什麼朋友 大阪也是才剛來 還沒認識什麼可以當朋友的人 因為如此 不過 現在雅玉我想馬上就可以交到朋友 你不用特別介意這種事了 這樣嗎 謝謝你 而且我想 商下裡面的人 應該都想要跟雅玉當朋友 真的嗎 那就太讓令人開心了 經濟哥突然出現 我覺得商下這家店相當強 是嗎 我是覺得還不到那麼強地不就是 不是 怎麼說呢 就是店的態度很強吧 店的態度 是的 我以前老是被身邊的人惡整之後 就會一直逃避 可是商下的人就算被惡整 也不會逃避 而是勇敢面對 我很明白是要這樣 必須堅強 所以我感覺到 在這家店 我就可以改變 一昧逃避的自己 原來如此 那 以後可能還會遇到不少討厭的事 我們就一起合力跨越吧 好加油 我們一起加油 雅玉還是這樣活力最棒 好 我們回去吧 怎麼 不回去嗎 請問職長先生 最後我可以問你件事嗎 為什麼 就是 職長先生一直都專注在工作上 以後沒有打算和女孩子交往 跟女孩子交往 這個嗎 有好對象會考慮 工作當然是重要 不過如果有好對象 也不是不能考慮 疑是這樣嗎 真有點令人意外呢 好 我要加油 你有說什麼嗎 沒有沒有沒有 有點冷了 我們回去吧 對啊 雅玉也請多指教了 好的 我才是呢 希望以後也可以跟好好相處 我很開心的 那我就是 雅玉的一號朋友 所以何不可以再說沒有朋友 嘿嘿 好的 謝謝你真老先生 以後也請多指教了 第一個朋友 太感動 好多故事線 好 下一集要來那個攻略了 攻略我們那個大哥大 水村老爺 我也有點累了 今天玩有點久了 嗯哼哼哼哼哼 好 之後就交給 平日的我來剪輯這些影片吧 挖碎了 先看動畫再睡 啊好宅喔 好現在先這樣 不管宅不宅 反正看動畫就是 失興趣嘛 好 先這樣吧 我們下一集見了 下一集 可能還要在四五集才會結束這個 公關俱樂部 好我會努力的 再見 bike 好 來 我的餅 好 你是 吧